哈喽大家好 大锤继续跟大家聊水浒传中的美食啊 咱们前几集呢 分别说了挂面羊肉猪肉牛肉 那本期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呀 是小说中另外一种重要食品 也是一种肉类食材 那就是鱼 相比于牛肉羊肉猪肉 水浒传中出现鱼肉食品的次数啊 要少很多 但是鱼肉作为菜肴呢 出现的章节还是比较早的 在小说的第四回 鲁提侠三拳打死了郑关西之后 一路躲避官府通缉 就来到了戴州燕门县 在这里呢 就遇到了他之前救下来的金翠莲妇女 妇女二人感激鲁达当初仗义相救 所以就白酒待客 金老汉上街去买了一些下酒的菜肴 其中第一个就是鲜鱼 原文啊是这么说的 金老下来叫了家中心讨的小丝 吩咐那个丫鬟一面烧着火 老儿和这小丝上街来 买了些鲜鱼 嫩鸡 酿鹅 肥炸 食心果子之类的归来 后来鲁智深路过瓦罐寺的时候啊 这飞天夜叉秋小椅 也挑着一个酒食担子 里面就露出了一些鱼尾啊 这说明也是吃鱼的 此外呢 书里头也提到了一些鱼类和鱼类菜肴的种类 比如说鲤鱼 鱼羹 以及宋江在江州吃的这鱼块 这个鱼块呢 就是淡水鱼做的生鱼片一类的食品 鱼肉在水浒传中啊 就处于这么样一个比较微妙的地位 一方面呢 它是确实存在的 就像代州雁门县啊 这地方哪啊 是在现在的山西省 在宋代 这属于北部边疆地区了 这种地方也有水产鱼类 南方的江州 它也有鱼啊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在梁山好汉的世界中 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菜 还是比不上牛羊猪肉的这些地位 这或多或少就反映了北宋时期 中原地区对水产鱼类食用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了 北宋初年的时候啊 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们 其实对鱼类烹饪并不熟悉 这倒不是说从前代一直到北宋 说北方和中原人都不怎么吃鱼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从唐末以来啊 翻阵割据 武夫当国战乱不断 各地的货物流通就受到了严重阻碍 北方和中原生活的人 他就很难接触到南方的水产物资 近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就这么一折腾 那两三代人的饮食习惯就足以被改变了 北方和中原地区喜欢吃鱼 会做鱼的人也极度萎缩了 这种萎缩曾经一度到了比较夸张的程度啊 举个例子啊 说北宋人宗时期啊 北宋都城汴梁城里头 有一段时间 这全城都找不出来一个善于制作鱼块的厨子 只有文学家梅瑶辰他们家里头 有一个老妇人 特别擅长制作鱼块 做出来的鱼块的味道一绝 很多朝廷官员啊 要想吃这口 他就只能是去他们家 所以当时像欧阳修等等的名臣 经常是滴了这活鱼 就跑到梅瑶辰他们家里头去了 让这位老妇人给做鱼块吃 自带材料上门加工 现做现吃 所以说不会做鱼啊 在当时还真的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咱们再举个例子啊 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阔 大家一定很熟悉了 就是写孟希笔潭的这位啊 他出身江南 那肯定是吃过鱼的 但是当时他的儿女亲家就不会做鱼啊 有一次这亲家请沈阔吃饭 人家呢就知道他沈阔是江南人啊 爱吃鱼啊 还专门的安排了一道油煎法鱼 这法鱼呢就是风干的鱼 比较硬 厨子呢他不会做 所以端上了这个油煎风干鱼啊 什么鱼须啊鱼鳞啊鱼鳍啊什么的 都支愣起来了 立着那还特别硬 跟那一侧位似的 根本就没法下筷子 没法下嘴 但沈阔也不好意思说呀 这个亲家一看沈阔不吃 他就自己直接把这个油煎鱼干捧起来 一顿猛啃 半天啊他也啃不下来一块 最后这道菜就算废了 在这些官员的家中尚且如此 可以想见当时北方和中原的民间 对鱼类的烹调基本上是一窍不通的 不过呢这种情况随着北宋中后期 各地交通的提高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了 到了梁山好汉活动的北宋末年 商业发展 特别是市井文化发达了 那各种鱼类水产物资已经从南方输送到了北方 尤其是首都汴梁城啊 当地的鱼类料理也多了 北方一些地区的河流湖泊中的水产 也逐渐被人所重视 史料就记载 说当时东京汴梁城 每天都有数千弹的鲜鱼送入城中 这些鱼大部分都是当地附近河流湖刹中出产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水浒传》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这就是书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里 智多心无用 去石节村找阮氏三雄 就是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的三兄弟 无用就说呀 说当地有户大财主 要办宴席 需要十几条十四五斤重的金色大鲤鱼 那阮氏三雄就回答说 说这种大鲤鱼 只有水泊梁山那边八百里水泊才有 其实呢 这种金色大鲤鱼 本来就是黄河的特产 而这八百里梁山坡 正是黄河改道形成的 无用的这个借口呢 虽然是编造的 但还是把这阮氏三雄给忽悠了 这三兄弟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 这就说明当时民间吃鲤鱼的习惯 已经是很普遍 北宋中后期的鲤鱼产量 其实特别大 这呢还牵扯到一桩唐朝的旧事 因为根据唐朝文献的记载 唐朝官府是禁止民众吃鲤鱼的 为什么呢 这鲤鱼的鲤 跟李唐皇室的鲤是同音的 古人呢 讲究避讳 所以中唐朝一代 老百姓抓的鲤鱼就只能放 不能吃 所以到了北宋时代呢 这江河中的鲤鱼经历了几百年 没人捕食 那繁衍生息鲤鱼的数量 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高了 所以北宋中原地区的鲤鱼产量特别大 而且质量也很高 相传这个黄河大鲤鱼 那一条啊 真的是有十几斤二十几斤重的 好了 我们本集呢 通过这个《水浒传》中记录的鱼类食品的点滴 就追溯了北宋时代的食鱼传统 那这个话题呢 咱们就此也告一段落 喜欢我大锤讲历史讲美食的 您可以关注我并且点个赞 感谢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